大家好,欢迎来到文史风云 抗战的八年里,无数的国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前赴后继 也有许多文人投笔从容,奔赴前线 这其中也包括当时浙江大学的高材生宋老航 加入军队后,宋老航被分派到了国军的特务联 这个地方相当于当代的特种部队 在长沙战役中,宋老航和他的战友 接到了上级下达的一个严峻的任务 炸掉敌人地势最高,守卫最严的一座碉堡 对于上级下达的这个充满挑战性的命令 宋老航和他的队友们并没有退缩 他们奋不顾身的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最终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 抗日战争结束后,由于宋老航并不想参加内战 于是他选择了回到老家 全然忘记了曾经为了战争浴血奋战的事 又重新过上了平凡的生活 但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后 宋老航曾经在国民党当过兵的经历 成为了他背上的枷锁 对于村民们的指责,宋老航什么都没有说 直到63年以后 我国下达了关于改善参与国战争的士兵待遇的政策 到这个时候,宋老航抗日特种兵的身份才被曝光 当地民政局局长亲自去宋老航家中看望他 并向他表示了歉意 都铭记在心里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